积极乡土登会在过去十几年来都是由地方与民间来合办 在知名度上也建议了一定的口碑 明年确定由县府主办后,永近的游客一定增多 首先必须考量的就是带给在地民众经济收入的问题 今天要登会已经办十多年了 今年主要跟管政府来合办 我很期待我们所有委员的单位一定要真正去照顾我们的欲世的族群 尤其很多白天,我们这些牙齿的生活,这些路灯街的家庭 都是扣这些责情,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办这么好的活动,人来,有办法让人赚就赚了 这是我们主办单位应同要输扣的一个方向 当然登会成败不能只有当看经济活动 因为这涵盖很多的影响层面 从观光、文化以及各项产业都会带来不同的效益 最主要还是在地民众要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心 这才是关键所在 大家要乡人为我们地方观光产业在发展 那没人家就一定没钱草 这一点希望我们乡亲能够互相的来体谅 人家早期要来这里消费,我们应当都要乐观其成 把柄做大,集一集才能够整个发展 议员陈兆毅对明年的登会表示乐观其成 不过他还是再三叮咛 交通以及照顾弱势摊贩 全责单位一定要做好把关工作 集结的地方很悠,要如何靠交通的整个位 可以很顺畅,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去打劫,然后不要造成民怨 尤其现在资讯很发达 只要打车,人家都不会来 所以这点整个交通要照顾到弱势的 一个所谓的摊贩,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期望 集集乡图灯会由县府接所主办后 在地民众是非常的欢迎 而且本县在去年已有举办全国性的登会经验 相信这次的积极登会一定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绩 明镜需要华言怀,继续采访报道